我觉得其实 男孩如果你真的是还爱他 或者对他还有 还有一定的感情的话 你应该给他多留一些面子 其实我听到前面 所谓这种各种分手啊 那就是 是大学生青涩的爱情里面 都会出现的 但是我听到后面呢 我分明觉得 你内心深处是看不起他的 你没有真正地对他做到尊重 你只是在哄他 但那不是真正的爱 你今天其实我觉得 没有给他留面子 有点对不起 他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对你那种比较单纯 比较可爱的那种好 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你 他不知道 你应该真是能够帮忙他 或者说你离开他就是帮他 你让他自己在学校里头 重修那几门课 就是帮他 他的确没你成熟 因为他有一个殷实的家庭 给他了过度的爱 让他不太懂事 你应该帮他的 所以接下来 如果要分手的话 要跟他说清楚 他需要这样的历练 这次失败的恋爱 会让他成长 让他知道 怎么去爱一个人 怎么去爱自己 姑娘 怎么爱自己 我希望你从这段恋情里头 学到 因为恋爱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你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我相信你们这段爱情你是学到 你得不到它 那学到什么呢 自己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自己的路程 要有自己的规划 学习是必须的 不要让他再去帮你去听课了 自己去考不过就重新修 历练自己好吗 就这样 我觉得两个孩子 有请不吝点赞 бег这么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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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谢谢 姑娘你正面临着双重威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